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人上街 我的意思是参加不同的活动 所以我怕人多 索性留在家煮食 上个礼拜因为做烹饪节目的评判 小朋友要积极煮一只蛋 两天之内所吃的蛋的数量根本是整个月的quota 搞到我这个礼拜什么蛋都不敢吃 但是不知为什么 看到那个维稳酥我就眼火爆了 不怕生坏命就最怕改坏命 好地地为什么要做一个叫做巨蛋音乐节 我不是介意这个秀去维稳 我是介意它的名字 说真的 台北就有两只蛋 一只叫做小巨蛋 另一只就是叫巨蛋 香港也有一只 那只其实是三十年前已经建好出来的 就是太空馆 但是香港人从来没有叫过它做什么巨蛋 所以我决定今天煮一只蛋 那两天吃小朋友煮的蛋里面 令我有很有印象的一味 其实就是一只差不多等于8Benedict做法的 即是有一只Poach Egg 一样有火腿 唯独是没有Hollandaise sauce 取而代之的是牛油果 这只Poach Egg还没有加醋去煮的 盐都不用加 因为牛油果占了底 一只蛋放在中间 最上层是煎过的Palmerham 本身都够咸 唯一的调味就是醉拉尾刷上去的胡椒 尼米尼 那个牛油果的效果 真的可以比美原来的荷兰汁 所以我决定照版煮碗 去到这里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我喜欢它或者我想试一下来做 原因很简单 因为记得它 我欣赏是那个小朋友的创意 和它真的大胆诚身 由一元像经级收费 租给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又不断以收市民 99元日常费 务求可以吸引万百人入场 看这个维稳数 但是改名这家都毫无想象力 怪不得网友热烈地讨论之后 决定帮他们改名 做滚蛋音乐节